前不久因为乌合麒麟的一幅漫画 引爆了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舆论大战 确实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 澳大利亚哪里来的底气 与中国这样的大国硬干 现在图穷必见 答案浮出水面了 澳大利亚最大的底气 原来是疯狂的石头 那我们就想办法用这疯狂的石头 砸断澳大利亚的腿 众所周知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 从制造业处处都需要钢材 不是有一句话说是 钢铁是工业的粮食 而石油是工业的血液 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铁矿石和石油就成了西方世界 卡中国脖子的重要手段 石油虽然主要掌握在中东国家手里 但是垄断的程度并不高 西方想卡我们的脖子并不容易 然而全球铁矿石却垄断在三大矿山的手里 成为西方卡中国脖子的布奥法门 我们曾为之付出惨痛代价 由于澳大利亚在武剧和疫情等许多问题上 追随美国跟中国作对 今年以来 中国采取了杀鸡儆猴的做法 通过对煤炭葡萄酒龙虾等澳商品的打压 来惩罚澳大利亚 这种经济制裁措施 也确实让澳的相关产业遭到了惨痛打击 然而澳大利亚却通过分款的石头 让我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近期澳大利亚矿业巨头超重铁矿石价格分涨 已经从今年价格最低的511亿元每吨 暴涨到了12月11日的1042元每吨 其实与上个月初相比 价格也是上涨了34% 因此巨大的涨幅 让中国损失数以千亿计的财富 更加重了输入性通胀的空间 因为钢铁是几乎所有工业品的原材料 中国钢铁产量 自从1996年突破1亿吨以后就一路狂奔 今年预计有望突破10亿吨 成为全球第一个出钢产量突破10亿吨的国家 这个数字在全球可谓是遥遥领先 2018年全球产出钢18亿吨 其中中国9.28亿吨占了一半多 印度和日本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名 产量只有1.065亿吨和1.043亿吨 至于美国经过特朗普的大力扶持 2018年的出钢产量只有8670万吨 是第四名 曾经在网上有一个流行的段子说 全世界钢铁产量第一名是中国 第二名是中国河北 第三名是中国唐山 中国巨大的钢铁产能支撑起 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2019年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超过了 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 这个段子听起来是挺烂能治好的 但是我们再深入地去反思一下 这个段子又是我们中国的持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用了全世界一半的钢 并没有创造全世界一半的GDP 唐山的钢铁产量比于日本还高 但是唐山的GDP连日本的零头都不到 中国经济对铁矿石等矿产支援的强景需求 支撑起了澳大利亚经济的繁荣 1981年澳大利亚的GDP是1766亿美元 等到2000年澳大利亚4152亿美元 真正20年只增长了一倍多一点 而2001年澳大利亚的GDP是3783亿美元 到了2018年增长到1.43万亿 18年就增长了三倍多 很显然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 依赖于中国经济引擎的强力拉动 2019年澳大利亚的铁矿石 占到了中国进口铁矿石的67% 其他国家加起来只占33% 其中排名第二的巴西占到了21% 可以说澳大利亚基本上超重了铁矿石的价格 正是因为有了这几个垄断巨头 中国成千上万的钢铁厂家和矿石贸易商 就只有挨宅的氛烂 我们都知道铁矿石就只是石头而已 在地球上并不稀有 至少比石油要常见得多 但是很遗憾的是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买家 就一定没能够掌握铁矿石的定价券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而与此作为对应的是 我们中国无比珍惜的稀土之源 却是白菜价卖给了外国 众多的稀土生产商经常不赚钱出口给了外国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关键就在于垄断 后来按道理来说 全世界的生产链 却是往上游走 越是拥有定价权 因为生产的垄断程度越高 越是在下游 越是没有定价权 因为垄断的程度低 这个就是 为什么占据着产业链高端的国家 总是比产业链低端的国家富裕 但是凡是都有例外 澳大利亚就是个例外 它是一个完全依赖支援出口 而成为发达国家的 也是在区域经济协议签署国里面 人均GDP仅次于新加坡的高收入国家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 矿业支援的垄断效应 澳大利亚经济最大的支柱就是矿产出口 2019年矿产出口高达2900亿奥元 其中铁矿石出口10.7亿吨 1070亿奥元 而中国则是这些澳矿业巨头最大的客户 在2018年的时候 铁矿石的价格只有65美元 最近已经涨到了165美元 涨了整整一倍多 本来在平常的情况下 铁矿石的成本就涨到了 钢铁厂成本的40% 现在铁矿石这么疯狂 估计要涨到许多钢铁厂 加的55%以上 而且这还是钢铁涨价的结果 今年以来 钢铁已经涨价了10%左右 还是很难消化铁矿石涨价的成本 而钢铁的涨价必然会传导到 所有的行业里面去 我们的繁殖主要就是干基水泥 钢铁涨价意味着 繁殖的建安成本增加了 我们的高铁等铁工基项等基项目 也是钢铁消耗的大户 成本无疑也是要大增 还有汽车 主要就是钢铁做出来的 钢铁涨价 汽车也肯定得涨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业品都得涨 只不过是涨多涨少罢了 钢铁行业因为是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行业 而且主要是国企扎堆 事实上长期以来 就像中国的铁路部门一样 承担着保证国民生计的社会责任 只赚取微薄的利润 全国的钢铁行业的平均利润 残念保持在百分之二点多的水平 经常有句笑话说 生产一斤钢还不如一斤白菜的利润多 每次钢铁铁矿石涨价的成本 都是钢铁企业消耗了 没有层层传递 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通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庞大的钢铁产业 变成了澳大利亚矿业巨头的打工仔 这很无奈 但这就是现实 像今年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这种涨法 我们又要给他们送去 15000亿的利润 要知道澳大利亚总共才2500万人 等于是中国给澳大利亚的国民 每个人发了2万块钱的红包 差不多相当于201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了一次 这一次我们必须要借此机会做出改变 我们要打断澳大利亚的腿 就必须放很招 全国统一成立一家铁矿石进出口公司 所有的钢铁企业不能独自的进口铁矿石 只能从这一家铁矿石进口公司里面买 中国铁矿石进口公司每年对外招标 就好像中国医保招标一样的 把新占支架从三四万降到了700多 铁矿石要是也一样招标的话 我估计降到人民币两三百块钱一吨都没有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政府要拿出决心和勇气了 赞ixí移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